大家好 我這張沒有說做到非常充分的準備 所以大概就是把每一個的不同 appassumation的差異性然後稍微帶到這樣子 那這一張呢是在講unpolicy的prediction 所以它就會跟unpolicy不太一樣 unpolicy就是收斂慢慢然後曲折 可是它的通用性可能更大 但是unpolicy它就是圈寧速度快 然後直接了當 可是它就有可能會落到那個 localappassumation 那我們現在要 就是在這最前面 一個紅色的線是truevalue的話 那我們為了要去只是要去逼近它 然後就會把每個地 每個sand hole然後去分成不同的stand 所以就是會出現像藍色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接近但是不完全式的線 那怎麼樣去逼近它就有很多種方式 但是缺點是就是用逼近的話就是會 你可以比較容易去用比較少的資源去做到逼近 可是比較容易出現就是會有差異這樣子 就是突然落差的困難 就是突然落差的困難 那第一個方法呢提到的是 min square value arrow 然後它這裡面用的方式是就是跟就是 min square一樣就是它就直接去做一個 就是把原來的truevalue 然後跟它這個approximate 就是去逼近的value去做一個就是 相減然後來取得這些的加種 分佈的加種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就是 就是算是on policy的distribution的一種 我我我補充一下 appersimation基本上有兩大方法 一種是所謂的參數方法 那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神經網路 另外一種是非參數式的 不曉得今天會不會講 那書裡面有介紹的方法跟 像那個那個叫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它裡面書叫mary approach的方法 那這種是所謂的非參數的方法 那在數學上面的畢竟 又有分線性跟非線性 那神經網路當然是非線性 那線性的最典型的就是 做linear regression regression 的方式 那就是線性逼近 那這裡呢這個叫msv的 基本上是在算最後的誤差 這個 маш可以發現 所以它叫做 min squared arrow value сист blond 5 它就是算 實際的值 就是你的 COBiten 這個v Grade S 我們不知道 即使由電 2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另外一個上面是 v Head SW,那這個是我們的apposalmation 這兩個的差,那其實這是很常用的手法 這是min square error 那基本上如果以neural network 就在算最後兩者 這個min square error的minima 然後用backplication來算 這個部分是在講這個 那只是說這邊跟 在lending的neural network上面不一樣的地方 這邊的min square error 是在算value function裡面的最小 你的target跟你的apposalmation的誤差的加總 這個要取得minima它最小 唯一的差別是只有這個概念而已 其他都跟那個deep learning的min square error是一樣的 那這個看起來是針對min square的error去期望值 就是在不同的state裡面去期望值這樣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個min square error的exploitation 那μS基本上是它的機率 就是在每一個state會發生的機率這樣 所以它這樣子是一個期望值的一個表現方法 那一般期望值的表現方法 用mobile power我們就可以simple 就是譬如說simple去產生error 然後平均起來就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前面的mu就是相對每一個state它的機率把它變成 它會把它normalize變成整體的機率是1 所以單一的sstate 它在這個state的value function的誤差 然後乘上它那個state它的機率 然後得到的就是msve 你 稍稍不中而已 這樣繼續 你再想想那我有個問題 就是那你的s怎麼 你的state 因為你有你基本上你有無窮多個state 那你要怎麼去拿你這個 你的s屬於s大s嗎 那大s的space 是哪一些state這樣 還有 比如說s如果是連續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一種積分的 對對對 那這邊不連續其實有一個 已經有做一個prosmation 那這個不連 就是 那啊就看你用的是什麼方法 蒙蒂卡羅還是td 啊 還是dainable gramey 看你用的是哪一個方法 看你用的是哪一個方法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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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這邊沒有 我看好像沒有提到用什麼那個嗎 就是 這基本上就follow之前了 之前的okok 好我了解 然後 直接跳到下一個方法就是 SGD的方法 SGD的方法 那有多方法好像沒聲音 真的耶 那就倒了 好吧 那我就用這樣 還是下一個方法就是SGD的方法 然後 它的那個 跟剛才的差異就是 它還是一樣有用到那個 那個m square 的那種感覺 但是 可是它加了一個 那個 那個 alpha 它加了一個 那個positive step size 然後 所以就是 跟剛才的差異就會 插在這邊 對 我前面會講的 跳很快 因為我沒有搞得非常的 好 那它就一樣是用那個 這裡 貼到 就是它是用那個multi卡 也是用multi卡的方式 然後下去 它會一直去更新它的那個waiting 然後慢慢去逼近它 所以這邊好像就是 基本的一般用的方法 所以這邊好像就是 你先回到剛剛 剛才上面那個mvse那邊 其實mvse就是那個host function 然後你host function 然後你host function 你要去取 你要去找w 讓它這個host function 最小 對不對 所以你會用什麼方法 gradient deset 對 gradient 就是下面它是用 sgd的方法去做 比如說就是片尾分 然後去 什麼gradient 這邊是你的host function 這邊是你的host function 那你怎麼去 去 最後利用到這個host function 就用到那個gradient 的方式 來逼近 那個act model 你如果 就是那個 local minima 去想辦法接近 可能的 global minima 這樣 然後你 你 那個下一個 你的那個sgd 這邊呢 基本上就是用到了 reinforce learning的模型 然後只是套用在參數上面 這邊的參數 他用w 這個weight 同樣的表示方式 這就是可調的參數 然後用 剛剛的這兩個的x 取gradient 請問一下 這gradient descent 看起來就是我們以前講的 這邊沒有問 可是它多了一個字 stochastic 可是在像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stochastic的像 stochastic意思就是 每一個sample stochastic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 你每次在sample 是stochastic 也是隨機的 他的意思只是這樣子 對 所以 這裡的stochastic 類似模型 對嗎 你少了 stochastic 叫gradient descent 就是 全部的sample 所以全部的data 一起 一起進去 對不對 那個就是 不是 全部的一起進去 就是照dict ministic的去找路徑 對不對 所以 stochastic 是從部分的data去找路 就是每次隨機嘛 每次隨機 每次隨機取 對對對 一部分來算嘛 對 跟Monicolor有點像就對了 對 也不一樣 它最後是會全部 最後還是會全部 最後還是會全部 就是 它每次從樣本裡面取 是隨機取的 對對對 就有點類似 你在訓練神經網路裡面 會做shuffle 把你的data set 全你data set 打亂一樣 你隨機取的那個batch 是隨機取的 最後整個training set 也是都要訓練完的 只是不是一次送 懂吧 你每次都是送其中的一個batch size的大小 對 所以你隨機 你最後還是要cover 還是要騙力 全部的東西 對對對 這叫做一個EPOC嘛 就是 類似說 以前教官 全部的人 那一棵樹 哪一回 這樣 全把50人 哪一回一次 這就是一個儀 每次一個人跑 然後就 隨機取一個去跑 這就是stockcasting 或是隨機兩個人 三個人 但是這沒有 它不是排隊的 就是你隨機取三個 五四個人取三個 去跑回來 三個跑回來 我是沒有用過 我還是在想 因為我們以前做 我們以前做SVM的時候 是用一個 K-9 cross-mediation 不過 感覺有點像 可是又不太一樣 你們知道我選那個 K-9 cross-mediation 有點像又不太一樣對不對 其實不要被那個字所害怕 就是說你的data set 一開始假設你有 10萬平data set 你要全部塞進去 你要跑一次你電腦根本就是 跑不動 所以通常一次送個100筆 每次隨機100筆 但是還是要把1萬筆都color 對 隨機100筆的動作 每次選1萬筆 這個就叫做就是SVDR 但是你每次選1萬筆 你還是一樣 就這樣 你隨機1萬筆還是要把它color 對啊 那第二個APEC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第二個APEC 再同後 再隨機 對 好 所以你像這裡對應到Deep Lending這邊的α 其實就是Deep Lending跟Lending rate 一樣的意思 對 我跟你說那個CV應該不太一樣 對 跟他一樣對不對 對 那是training完的 然後taste完的 去驗證 對 去驗證 對 對 去驗證 用示範去驗證 對 這個在找Logumin 對 不太一樣 那你們是這樣隨機進去 隨機進去就開始建模了 對啊 他就開始training 隨機進去就開始 對啊 反正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一個APEC跑完 就基本上就會取到一個APEC 所以你要跑好幾遍 跑到你覺得OK的 然後就Stop 所以這裡大家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他的概念跟Deep Lending 是一模一樣的 他只是幅畫看起來 讓你覺得有點可怕 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你看你的W的參數 你要怎麼去調整他而已 這邊 你如果懂Deep Lending的話 這邊的VPi 跟VHat 那基本上就是 Deep Lending裡面 最後的Output Cost function 它的輸出 真正的輸出 跟實際的輸出 兩邊做均方差 那1 2分之1 是一般的技巧 因為平方嘛 所以前面的 再除以2 然後 對後面那個Data 後面那項 整個對他做微分 就會得到Alpha 後面那項 然後 這個平方裡面 這一項 再對Wt為分 就會得到後面的那個低度 他用Delta V Hat 來表示 那表示他這個 VHat S T Wt 對Wt 做偏微分 那因為他每一個都是個向量 所以才會有and 下面那個 那個表示式 因為這個本身是一個向量表示式 所以你要對各別向量的每一個 element 一個一個對應 去求他的一次微分 這有很多動畫 所以他就gradient下來找到那個密碼 等一下我再問一個細節 那那個gradient escent 跟那個 跟back propagation的順序 關聯 我要點討論 那 back propagation 只是說 一個從後到前 那gradient怎麼傳而已 真正他的本質是在算gradient escent 或是反過來你也可以算gradient escent 看你的是 你那個突擊是上還是下 那你要把密碼還是 還是沒什麼 那 back propagation 只是一套演算法 從後算到錢而已 對 他依據的還是gradient escent的方式在做 那比如說最後一程 就是cost function 對output做微分嘛 那微分要算什麼 就是要算gradient escent 就是 最後一程 就是 對back propagation 他就是code function 那個error 就這裡這個東西 去跟output做微分 不是做比較 做微分 微分你就可以去算說 他要往哪個方向走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你以y等於s平方 整個函數來講 那 你取微分就是2s y做微分就是2s y做微分就是2s 那 其實它就是一個曲線函數 那你今天 如果這個s是正的 s比0大 當然s等於0 y等於0 就是圓點最低點 這是你要求的值 你剛剛y等於s平方 這個函數來看的話 那如果你的s大於0 那你是要把它拉下來 好 那反之如果s小於0 你是要把s拉大 好 這個就是gradientcent的作用 除了解釋 除了解釋 為什麼它用一次為分 來算梯度 它可以去趨近 那個你要的 奧特馬的值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 這還是一個 Ninia的平面 所以你可以找到 最佳景 但是你如果是一個複雜的空間 你只能找Locominima 懂嗎 所以被跑可以只是說 只是在講 由後腕往前推 那它藉由output 跟中間的這些input value 當作中介來 主要是要算 那個weight 要做gradientcent 那那這裡就 就是用剛才的方法 然後就提到了一個example 然後裡面就是講說 它把那個 假設它有一千個stat 然後它就把一千個stat 下去做分區 那它可能是用每50個 或者是每100個 然後下去做分區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 它有可能會在 走一千步的 隨機走一千步的話 它會可能在前面的話 它的那個weight 就是有0.5的機會 它會去走到 左邊 可是在後面stat 950的話 那它有可能會 只有0.25 0.25的機會 會去走在右邊 所以在每一個stat 它得到的reward 它可能就會不一樣 就這邊有差 網路上有 那個sample code 可以run 可是我這邊 就沒有run 有貼網子不夠 大家有興趣的上去看 然後 這個就是它用 它寫的那個code 上面跑出來的stat 的分別 然後 這個就是它用 可以解釋一下 左邊那個圖嗎 可以解釋一下 左邊那個圖嗎 可以解釋一下 左邊那個圖嗎 我不是很確定就是說 我的想法是不是對 它可能是在講說 就是 它偏向 它在每個stat 然後偏向 某個方向的 分布是不一樣的 如果補充一下 它左邊那個圖 就是前面講 那個vS 然後它是distribution的圖 就是stat的 等級率 它中間會一根最大 就是它的起始 起始點 都是在那一個點 所以導致那一根的機率特別大 所以 epic 就是每一個 那個 每一個 每一個 七點都是中間 都在中間那一點 所以它那個的機率上面 會是特別高 對 它只是一個機率 所以它是 實際上的機率應該是 一個 就是一個 像一個中型的那個 這個點的中型 對 請問它是 就是用這個圖算 應該是 對 對 它應該是去 就是它在那個State 有發生多少次 它進到那個State 有多少次 變成是它在那個State的紀律 對 因為它是Random World 它可能譬如說它Apple跑了10萬次以後 它不可以知道 它在每一個State 它去騙力的多少次這樣 它就會產生 那一次就會有機率這樣子 所以它在State 在500的時候會特別高 500 因為它每一次 都從500開始 因為它每一次都會從500開始 它500機率會將近是1 它會 就你跑10萬次 它500至少會都會 跑越騙力 對 對 對 它如果這樣子 你說每次從500開始 但照理說 那它的左0600應該是稍微下降一點而已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下 對不對 那一種來偏 對不對 照理說它的應該是慢慢降下來 應該會 對不對 對好像 對喔好像 因為你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它可能不是第一次對不對 就是它那個 0.0.0137 0.0137 0.0137 因為不會差太多 回下來 回下來 0.014 好 請進去 好 叫做 我覺得這個 semi gradient 是我看真的不懂的地方 就是我沒有搞懂他到底跟前面那個差異最大的地方在哪 就是他Vs 做的一點近似 對,就是有一點,他就多是點 你放到前面,我講那個概念給你 這邊是那個蒙蒂卡的方法,GT 那他跟你的參數W沒有關係 所以你做 gradient 是可以直接做的 他是 fully gradient 可是你用 td 的方法 不管是 td 0 還是 td 0 就是 end step td 之前不曉得有沒有補前面的課 在這個情況下面,你的前面的這個值 就這邊蒙蒂卡的GT 這個 value 他是 depend on w 的 所以他不能做負我的 gradient 所以他這裡稱為 semi gradient 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哪裡是 semi 就是你前面的那個 gamma v hat 這一項 他是 depend on w 的 所以就不會有剛剛 最前面兩個 slide 講的那個 grade descent 那樣的直接 就可以用了 所以他也用一些比較複雜的方法來算 對 對 我就說本來我想往接近的是 就是真正的那個 b 的負寄值 可是現在給人後的負寄值也是 其實你們猜的東西去猜測 對 那是猜的嘛 不是 trip 啦 就是去往後猜嘛 就是 r 加 gamma 的 b 那項 用這一項去 b 進那個 b 那項 那項 這個跟 dung 的那個 是很接近的就是 tune-line dung 對 因為他要 dung 他是 of policy of policy 的 就是我的意思說 他的整個那個 那個東西 就是說他一樣是要 fit 好的 他的整個 整個那個 這個為什麼他叫 semi gradient 但是他也是直接拿來用的 他書裡面有解釋說 他為什麼這樣子還是可以walk 他還可以找到 在某些情況下 他還可以找到一個相對的 他認為可以的解 所以簡單來說 你那個因為 是不是就是那個sign gradient的意思 就是說我沒有 我其實在圍 我這個lows function在圍的時候 我應該連那個v head的spline 也要跟著圍下去 對 所以這邊沒有尾 所以我只有尾後面那個 所以比較sign gradient 這個跟DQN的時候 我們要去著人一個target 然後一直不斷逼近 譬如說20步以後 我再去update那個target 然後再去逼近export 其實這個動作跟這個動作其實是一樣 這邊是一個general的表示性 對對對 那如果你以DQN 因為他就是 一開始就是of policy 那他就是做那個 那個這樣什麼 那個 Epsilon G 隨便一個policy 然後找最大的 對 對 對 我的意思說 他其實是 因為他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兩邊都一起圍的話 你的target也會動 對對對 你以為會動你就沒辦法去 因為他這邊就直接省略嘛 那你其實 你如果要做正常的微分 做微分來講 前面沒像也要做微分 那他就直接把它跳掉 對 所以他為什麼叫semi 的意思是 semi的字是這樣 所以重點就是 指揮一半有個人 指揮一下 指揮你想圍 指揮後面那個 指揮 對 我想問說 就是如果說 前面那一項還是 就是那個target 還是很親自的的話 就是 boosting的話 可是微分的時候 就是 有把那一項 前面那項微分也加進去 那這樣還是semi 做一點 你再做一遍 就是我現在看起來好像 我們的target是 近似的 就是他是 BIOS的 就是Multicolor 是 好像 對 對 然後如果把這個BIOS的 這一個東西 一樣這樣放 然後Gradient那一個 就補上前面那個 你說還是做Gradient 對 還是做Gradient 就是把剛剛說缺的那Gradient 就把它補上去 好 那這樣還是 這會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整個 運算空間就會很大 好 就他是Self Consistent 可是算出來還是BIOS 算出來 是不是 不會 這個我覺得就很難講 因為他這個 前面這一項其實也是一個預測 那你如果從數學角度 他來講是Unfile S 可是在實際應用的角度 因為他也是估算 他並不是 不算那個Molico 他一直算到幾 他這個很正確的 他知道他要 因為他一直算到那個Excel 他知道最後的結局 得到了那個Reward 他那個GT 所以他是真實的 可是這邊是 對後面的一個預估 然後再透過那個 被Update 去更新他的估算 所以你說 如果你用應用的角度來講說 他是不是Unfile S的話 我覺得也浮進來 但是從數學的角度 如果你對他做微分 前面這一項做微分 那從數學上的意義來講 他是Unfile S 對阿 可是你這樣變成說 你就要算兩個微分相成 那個複雜度 就會很快 變成Quadractive的問題 就是這樣 裡面二十項 二十項 前面的那一項 他也是比較大部分的關係 那好像說 這次的微分應該是補那一項 那補起來 可能不知道 Felcon的基礎 可是 因為他的 就是他是Posted的 或是他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應該是TB1 TB5 對啊 那那個東西本身好像是BiOS 會不會說他 你補了BiOS 可能是最後的結果 還是會有點BiOS 你意思是說 圍那個東西結果會有BiOS嗎 如果假設圍他的話 圍他好像是比較合理的 合理 因為他有W 對 就是前後面的圍 就是 因為他有猜出他理論上應該被圍嘛 對 但是他如果被圍的時候 他這個卡片會不斷的在 在每一次的時候 他都會Move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對不起我稍微講 就是說 那其實其實是要用這個東西來 畢竟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假設是一個塊 假設他是在 假設說他已經到了最後 最好的那個 policy 是最好的時候 他現在是在用這個東西 來畢竟這個東西 如果你這個作為 其實這個東西他會動 他會動 他就很難被理解 你違分表示你的參數就會變了 參數變的表示 有分數就在變了 所以你有可能不會收斂 而是發散 像他 你要把sdiscount 當作有一次的結果 對 他現在還不確定 對 但是上一個 上一個那個 Epson 確實得到 他在 我不在這個 但是在 dqn你跟他是怎麼說 他先把這個fix 這個不斷的去跟他 就是參數 一直動 一直動 然後又跑了大概 20次或者是 30次以後 他再把所有的這個參數 倒到這一邊來 他重新再來 他這樣子 就是dqn這樣子 就可以收斂 你可以看一下 dqn的那個 那個 他就有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其實跟這個動作 就比接近 這樣 好 接下來就是 講到的是 跟前面不一樣 這邊是 linear的 那linear的 就比較直覺一點 就是他 在每個進來的 real value的那個 factor 他都給他一個 waiting 然後他的 這裡取的feature 就是biasis function 然後他會讓他的那個 去一直去逼近他的 整個的 要的答案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這邊也是用 他是也是用 微分 然後跟他做 那個 然後下去 就去取得就是他要的那個資訊 然後每一次他再重就是每一次的時間 他都會再繼續再重新算他要的新的問題 然後如果就是在他最後已經收斂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Wave Vector 然後就會定成這樣子的式列 然後下面就會 B就會等於這個希望值 然後跟A就會等於這個比較像 這也是有點像 但是時間上面前後的那個差異 然後再加一個Gama下去做他的期望值 最後就不要動 然後反正就是我還是有附上就是他扣著那個王子 然後反正就是我還是有附上就是他扣著那個王子 然後可以去看 然後可以去看 然後我特別要講一個就是這邊有一個他是用比較不一樣做把它用附列的那個 然後他一樣是就有去用Cosan鍋然後下去想要去也是可以就是B進他想要的東西 但是 但是 就雖然 就雖然 複列奇數是周期的 可是他還是有辦法點加到就是 像非周期函數那樣子 然後他這裡課本裡面提到的 然後他這裡課本裡面提到的 所以他這裡有 在他Cosan裡面加一個Ci這個參數 然後如果他是二維的話 他就會出現不一樣的Cosan feature 然後就可以做不一樣的方向下去算 你講過一個問題就是說 王子 其實他提到一維的時候 我們捐投賽的原因 比較是 你選賽他可以去可接下去 那你選賽他可能就是 不是能成功之類的事情 可是高維的時候 如果我只捐投賽 不是會缺一大堆Bases 就二維的話 可是會缺一大堆B 就是賽還沒有賽才是完整的嗎 那會不會說有些東西 而且還沒有下位之類的東西 你說他少了賽 所以基本上是不能做 樹立業展開的工作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他 所以他比較 做我們那個東西其實比較不對稱 然後他只用比賽做Feed 這個可能要實際推 實際推或是實驗才能知道 往上推一下來算是 那這邊他的概念 其實說穿很簡單 那如果你有學過那個 複裂極數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去逼近 然後他可以從實驗轉成平驗 那就是用這個三角函數去逼近原本的圖形 那你換個角度來講 他就是前面講那個最初的 這一小節前面的多項式 他只是他用三角函數來方式來逼近 用三角函數的多項式去逼近你的那一個 要求的圖形 那因為多項式基本上他是線性的 他用線性多項式 所以 其實這邊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很基本叫做Kernel Trick 就是不想怎麼看 聽過Kernel Trick 我們先講說一般最簡單的 就是AX1加BX2加CX3 去逼近一個5的值 X1X2X3 這樣是一個線性的主軟組 但是在所謂的Kernel Trick 他可以把譬如說 他不是用X1X2 而是用一個5 X1X2 這時候你就可以 映射過去 你就可以變成 譬如說X1加X2的平方 加X3的平方 這個叫做Polynomial的Train 他就變成就是 就本來是X1X2X3變成是51 52 5x3 你就可以有Polynomial或者是Gaussian Cosine 你就可以去做這樣映射 但是其實你前面都是還是 對他的式子寫起來 都還是線性的 只是說 對參數是線性 你不會看到就是有什麼 就是AX1X2 但是他是先把Original X1X2的值 先做所謂Kernel Trick 先是先映射到Polynomial比較高次 或者是Gaussian的分布 再用那個詞來做這樣子 那這個叫做 如果各位去查那個SkLearn 或什麼也都有所謂的Kernel Regression 你參數你就可以去選 你要多相似 你要高旋 你要Posine 你就可以 一般的Regression 如果你沒辦法Fit很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把你的X1X2X3 先把它丟到 先用Kernel Trick先丟過去這樣子 然後如果各位去看SVM 他也就是說他要畫一條線 那有時候沒辦法畫 你有沒有 譬如說你就可以把它丟到高維度 然後從底邊去切 那其實也是同樣的就是Kernel Trick的動作 所以他這邊 Linear的Model 整個後面下來 要講的Poninomial 什麼 Juriel什麼 其實也都是所謂的Kernel Trick 這個動作這樣子 就從簡單的Regression 然後把它變好 只是說他用的詞 跟一般我們現在Dublin的一些 Machinery的一些名詞 有點不太一樣 結果我一看 我覺得他應該在講的是這個東西 他9.5 他什麼RBL 其實就是高選啊 然後Poninomial 其實就是 在MSKern裡面 你都有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參數可以選這樣 可以幹嘛 不好意思 呃 剛剛他是不是說 他是不是說 他是不是說不選Sign Sita 在 二維的時候 他在原點那一點會長得很奇怪 因為他原點那一點會變成這樣 下去 然後他的地方 那個點其實會 變得有點難處理 然後因為他只要做 Linear的Model 要展開 所以其實他 呃 選 呃 某種Sign Sita你可以像他 例如說Poly 2展開好了 所以他有點像用 Fluer的Bass去展開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他 呃 他確實沒辦法 Cover 呃 不像原本的 Reation Phone 可以Cover所有的Function 但是他 重點是他要做 呃 Future extension 呃 呃 我覺得因為 重點是他 只是想要做一種 呃 Future的展開好了 所以他其實 不是那麼care 他就是可以 呃 像原本的Reation Phone 可以畫這邊所有的東西 嗯 然後 而且原本他說 再0那一點的問題 呃 我沒有很確定 實際上有關的問題 但 他還是就是 歐的 嗯 不知道是會不會多的 我不太確定 就還是Event 應該 我現在不太確定 在二維以上的 呃 用這樣方式 方式做到底怎麼怎麼樣 我現在 有點難想像的事情 對 對 老師 我們常用的那些 要近似的盤數 就 形狀上不會大的 還是是這樣 嗯 看水平 嗯 沒關係 這個月份 現在 用這方法 很少 現在都是拿 linear為主 所以這部分 都 對 Furiate 承送 基本上 是用在那個 Termulation比較多 現在 看在應用上 比如說你要做 擺的模型 放到Inference 就Inbase System來講 那其中一個技巧 就是做Furiate 承送 來 一種形式的壓縮 這樣 來做 就我們想說 這個方式是 物業的這個方式 是比較可以去 過濾噪音 如果要你 Termine它 這個方法 就 我們沒有用高頻的basis 就不會有那些 正常塊 那種 Value 的部分 出來 好 是這樣子 如果拿這個來做Denoise 應該是它 它展開到這個 DCT的這個space 然後再把它 高頻的序號去掉 然後再轉回去 這樣 對 如果要做Denoise 如果你 只是把它轉過來 再轉回去 那基本上 它是 它是 就是它 控那個C 然後它C 再 它 再 欸 它那個C 對 那這裡可以 其實可以中間 可以去加一個 係數 是Delta 然後 它Delta 從D到高 的時候 就會分別是DP到高 那這樣子的話 它再去控這個C 的 那個 項目的話 它就可以做到 濾照音的效果 不過我這個 我不要去嘗試 可是我這個 可能會 是 因為我做的是 跟聲音 比較有關的 東西 對 然後接下來 要講的是 Cross Coding 那這出編碼的是 它會 它 我們一般在 用逼近函數的時候 它會是 一直往上慢慢逼近 就是這個 藍色是 想要逼近 然後紅色是 慢慢在 改變 那 但是它覺得 就是說 我今天要一次更新 全部就是很 危險 然後所以它 要做的事情是 我想要的 這一塊 我去做這一塊的更新 就好了 那它 怎麼樣去決定說 我到底 哪一塊 哪些東西 需要去做改變 那這個 方法就是叫做 出編嘛 那我們在上面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把 所有的 子集合 所有的 數據切成很多個 可能重疊子集合 然後再慢慢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是 要挑這一塊的話 那我就把它 旁邊周圍 重疊的地方 都一起選入 就是一個 overlame 這樣子 然後 在這個範圍內 我只去更新這一塊 然後 在選這個 集合的方式 有很多種 那這個是 最一般的 就是說 我 用 narrow的方式 這樣去選 在這個點 然後旁邊 這樣子選 有重複到的都選起來 圈圈 然後這個的話 是用這個 大的範圍 然後再去從裡面 那其他像這個 就是肥對稱 就是 其實是這三個的 都不會差異 太大 但是 很容易 有很多 都會 會 你 我 會 都會